马鞍佩破局之后 宣称要反政变的西蒙家就陷入了讲局 西蒙三党 行动党和诚信党这边呢 他们是支持敦马 但是蓝眼却誓言非安华任相不可 现在敦马他又抛出了震撼弹 宣称要推举沙巴首长沙菲毅来作为西蒙家的首相人选 那这会不会使到西蒙三党的关系弄得更僵呢 铁江蓝眼和安华和敦马进行非正式会面的行动党和诚信党 昨天他们的领袖林冠英和莫沙布 在联合声明当中只是证实有出席过会议 不过强调呢 他们会带回党中央和西蒙最高领事会去讨论 那最终这两党甚至西蒙会不会接受沙菲毅担任首相人选的这个新提议呢 刚刚大家也看到了 安华虽然呢 他是没有指名道姓的针对首相人选换人这件事做出回应 但是却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 已有所指的强调 政治并非只是为了夺权 要人民和他一起拒绝欺诈政治 看来安华已经是在暗示他不认同这个建议的 还强调拒绝欺诈政治 他只是没有把话说绝而已 八点最热报呢 其实我们有尝试要联络火箭和蓝眼领袖 希望能够从他们的口中来探出一点口风 但是呢 这些领袖他们都一致的强调说 目前还不便回应 看来西蒙各党之间的协商是还在进行当中 暂时还没有一个结果 而如果最后之前坚持要安华认像的公正党 他们不同意 行动党和诚信党又会不会坚持到底呢 西蒙还能走下去吗 敦马打出沙菲义认像的这张牌 反堵安华认像 已经让安华在西蒙陷入困境 时事评论员潘永强 接受八点最热报视讯专访时指出 只要敦马加沙菲义能够拉拢足够的人头支持 抢下政权 安华其实也无可奈何 因为政治是很现实的 政治是很现实的 那么谁最后能够扩大这个政治版图 进一步争取更多的人数 有足够的国务员可以组成政府 那么谁才可以成为赢家 如果沙菲义跟巴哈迪结合 再加上西蒙另外三党一派的支持 再加上如果沙菲义本身有能力 争取到东马的 武统的 还有其他出走的 土权党的国会议员回流的话 安华本身其实是会无可奈何的 安华本身可能也没有太多的力量 去阻挡这个发展 潘永强认为 不管安华意愿如何 他是无力阻挡大事 更何况以当前的形势来看 安华似乎已经被西蒙的盟党边缘化和孤立了 安华虽然是国会反对党领袖 可是他基本上已经很难发挥 或者扮演反对党领袖的角色 因为他看起来有点被西蒙其他的党派 孤立或者是边缘化 然而在被问到马哈迪推举沙菲义任相 走这步棋的背后有什么政治盘算石 另一位时事评论员黄金发子认为 现在在野阵营推举谁当首相都不重要 因为只谈谁当首相 口口声声说能够重夺政权换政府 却没有告诉人民 换得政府之后的施政方向与共识 又有什么意义呢 今天的问题不是马哈迪安华 或者沙菲义随时要做首相 我们要问的问题是 你们要做政府 你们要重夺政权要做什么 不管你说你是要马哈迪安华 还是沙菲义 没有人跟我们回答这两个问题 他们能够做什么 没有人跟我们讲这两个这三 任何一个人能够做多久 黄金发强调 如果西蒙家在野阵营 没有执政共识 只会从多政权而勉强凑在一起 恐怕合作也不会太长久 因为谁知道他们会不会 又轮回重演另一次 因为权斗而在垮台的戏码呢 做政府你要能够治国 治国要有一些公式 所以今天你说你要换个政府 最简单的问题是 你换政府要做什么 这个问题不答 然后你就三个人在那边斗来斗去 就算你勉强组织政府 勉强会有幸福吗 你只要看业余产片 你都知道说 勉强是没有幸福的 如果西蒙家各政党之间没有执政共识 但为了重夺政权而勉强凑在一起 最后只会落得贸合神力的下场 黄金发认为 西蒙被夺权之后的种种行为 就好像是以前的人啊 他们因为家门不幸 而把两个明明是怨偶的人凑作成对 要他们结婚生子 但他就返婚了 这样的一对怨偶 如果真的结婚的话 这一段婚姻能够撑多久啊 同样的如果新蒙各党之间 在权力分配和施政纲领上没有共识 敦马和安华两个人的心结又解不开的话 即使成功反政变 一个只为了夺权 但是不团结的新政府 可以撑多久呢 黄金发认为 如今的在野党在没有全盘执政计划之下 就嚷嚷着 啊谁应该要出任首相 这就好像是在为了一粒悬在空中的皮球 而大打出手那样 他认为 人民应该要对政治人物有要求 要求他们必须告诉人民 取得权力 掌握权力之后 他们到底要为国家做什么 因为正如蜘蛛侠的伯父 对蜘蛛侠说过的 权力越大 那么你的责任 也就越大 黄金发说 现在西蒙嘉一直口口声声的说反政变 还为谁做首相而僵持不下 让他就联想起了 安华在2008年的308大选之后 宣称要搞916政变 那当时候 安华是扬言 当年的9月16号 将会有大批的国阵国会议员跳槽 进而协助民联 取代国阵入主不成 但结果啊 却是空雷不语 而那一次的夸夸其谈最后却没有实现 这大大的磋伤了安华和当时民联的公信力 而今天所谓的反政变 但是最后如果却又反政变不成的话 破坏力恐怕会比916来的更大更伤 因此黄敬发认为 不管是西蒙嘉还是人民 现阶段应该要跳出首相人选的争论 人民应该要先质问的是 西蒙嘉在争到首相位置 在反政变之前 有没有把在野党的工作给做好呢 有没有再对国盟政府监督与制衡呢 在野阵营有责任要给人民看到 他们的替代性政策是什么 他们的影子内阁又在哪里 因为如果你要做政府你连一个排阵都排不好的话 为了争首不相人选你就吵了三个月 那接着下去如果真的换了政权拿到政权的话 你为了分部长官位又会要吵多久啊